丁女辉最重要的九胜局 马术拼了 没劲 如果这一杆马术打劲的话 后果真是难以想象 英国锦标赛的八进四 看一下转度 有了 这场比赛差不多打了有四个多小时 这场比赛对于丁来说 能否保住前十六最重要的一战 因为瓦菲已经打进四场 所以留给丁的机会不多了 虽然这场比赛是在凌晨的三点 但是看的人数依然是很多 因为大伙都希望丁能够晋级 这场比赛丁女辉打了三缸破板 三缸五十下 这样的撞牌真是太好了 三缸 在开局连输连局情况下 有很多网友说 瓦菲要输 首轮对艾伦就是打了决胜局 这一场还是 虽然是吧 火箭大一场也是 决胜局 绝尘局仗上了周月龙 小特是6比3仗上了3比 乱吹 吹 好 起始 吹 再来一套就可以抄风 云 虽然是 好 打马输真是太牵心了 因为之前连输了三次 真是厉害 这样的状态不知道碰上小特会摆 连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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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夺冠 就是排到了第六 五十七 现在前十六 有两位的中国选手 连输和扎安达 六十五 本身破坏区 三十七 三十七 最后越来越不坏 八十七 这场比赛一直持续到早上的七点多将近八点 八十 二十七 书的准度 真的不如之前了 八十七 应该是年纪大的 亲材的话正好是破版 好球 信心十足 今天会终于回来了 太厉害了 恭喜今天会晋级到四强 并且还能上升到了第十三 确定了明年大失散 下一轮对手是小特